今天有没有留心听到? 我呢就有留心了 起码我学了两个词 一个是希望 一个叫盼望 大家都记得 我现在有个希望 希望呢就是大家都能够参加到 3月23号的部队祈祷日 同时呢又有个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你们如果参加完 这个部队祈祷日之后呢 你可以学习 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 还有怎么样透过 读圣经 可以一路读圣经 是一路祈祷的 所以我和干事就觉得 这个部队祈祷日 其实是一个工作坊 这个工作坊 凡是叫工作坊 就是说我们在当中 听了神的教导 成为一个练习 而这个练习是帮助我们 是可以掌握得到 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 还有怎么样去进行 透过读圣经来祈祷 我们有个专家就是我们的区长 温泥 少孙 少教 他对土毒是很有心得的 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 参加过一次的 是妇女事工的退休日 其中有一次就是教导土毒的 我相信这次是区长再来跟我们军兵同仁 不是只是教父女是教我们的时候 我相信她经过这么多次的训练 这次跟我们再分享她的心得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可以有更好的掌握 怎么样去做土毒的 那为了帮助大家是每日都尝试一下 在祷告这个课题里面 挑起大家的那个参加的心 我就请一下少琴 每日在Facebook 就是放一段文章下去的 一页A科子 不少过一页A科子的 如果你有Facebook的 你又有看Facebook的 请你举一举手 有没有看到这段文章 都有啊 我们尽量是用一些大家能够见到的 不过如果你没有Facebook 好像我那样 我没有Facebook的 那我就要看hard copy 就是要看硬件 如果你有电邮的 我就请少琴送文件档 给大家 那这里有14天 3月23号就还有14天 你当昨天是第一天 那你看到再过多两个礼 过多一个礼拜六 两个礼拜六呢 就已经是够14天了 希望是能够触动到大家 提醒到大家 一齐满中 把神的荣耀 神的祝福 是给个认识我们的人 因为神要透过我们的祷告 去祝福我们所认识的人 愿神祝福各位 再次订阅大家